关云长在白马坡前刀劈了艳良 又在严金渡口诸了门手 是连斩河北袁绍两元上将 可把袁绍给心疼快了 当时把他气着 差点把刘备给杀了 刘备这才跟他说 他告诉袁绍您不能杀我 这是曹操一计 他正想借您的手把我给杀了 因为他知道我在这 所以他才让我二帝云长连斩河北上将 您要不杀我 我写一封书信给我兄弟 云长是自然来头辅佐民工 我们哥俩都保你 你看怎么样 我这些子把袁绍给乐的 甭你多高兴了 可不是这么回事吗 差一点我落个害贤之名 那您赶快写信吧 刘备这才给关羽写了一封书信 信写完了之后 袁绍派陈镇把这信是送往许多 随后他自己是兵退舞阳 扎下连营几十里 是按兵不动 要犯他那老毛病了 袁绍什么毛病 胡头舌尾啊 开始来的时候 他手底的谋士都劝他 说这兵发不得一打准备 恐怕咱们连回都回不来 他不听 现在你到进兵啊 不敢进了 这道好也不用人劝他了 袁绍心裂不住的在想 这曹绍好厉害啊 人家曹绍呢 在白马和严吉的获胜之后 他派大将夏侯敦 陈兵与关渡的爱口 不单派了心服大将 还让他统帅的精兵 把守此地 那是为什么呢 关渡这地方太重要了 袁绍啊 总想从这儿兵进许昌 这是个军事战略要地 曹绍怎能不防啊 他安排完了 这才放了心 然后他是班师回朝 回到了许都大宴文武 给云长贺工 所有的文官武将 都按条大指 称赞关羽啊 人家真有本事 服了 由心里万外 是敬服 不单服 而且还十分尊敬 这时吕前站起来了 他笑呵呵的 先给云长满了一杯酒 又给曹丞相满了一杯 自己把酒杯端起来了 丞相 云长将军 我得敬您二位一杯 我第一啊 是敬云长将军 神勇无敌 连战河北上将 第二 我敬的是我家丞相 神机妙算 勇兵如神啊 嘿嘿 丞相 由白马兵发炎金 抵挡文朝 当时丞相说是 把粮草车放在前边 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 我说这要放前面 河北人马 一见这些粮草 还不得抢啊 果然他们来抢了呀 可恰恰就在这个时候 丞相呢 又把战马撒开了 我当时真有点糊涂了 不知丞相到底要为何 干清 这丞相用的是耳敌之计 没有这个香耳 嘿嘿 这河北人马 怎么能够上钩呢 我服了 我服了 听着这海 曹操也笑 呵呵呵 雷仙先生 当时我没说呀 嘿嘿 只有熏忧熏功达看破 说到这 曹操看了熏忧一眼 熏忧啊 也乐了 呵呵 丞相 我还差点把您这计 给说破了呢 当时你没听我喊出来了吗 哎 是啊 我所以也在想啊 你要给说破呀 嘿 河北军就不能中这个圈套了 说得这大驾是一样 面大笑 这可真撑得起是一次欢艳 杯杯净斩斩干 大侠正喝的酒 幸大发的时候 这一会儿有人前来离报 其名丞相 大事不好 曹操听悲一愣 何事惊慌 由黄金首领 刘碧克攻都 占领了汝南 大败了曹洪将军 曹洪将军 几战 要是能够支持住的话 他也不会来请救兵 这应当如何是好啊 护香 你瞅瞅我看看你 关羽搭话 丞相 关某愿请一哨人马 收回汝南 将二寇人头提来 面见丞相 哎呀 晕长 你可太累了 在白马和严金 你已经很辛苦了 立了这么大的战功 现在我还没有表奏当今 我还没跟天子说呢 不是这顿酒饭就算完了 我还得给你请功 别看封了汉寿廷侯住了金印 我觉得和你立的战功相比呀 还有点不大相称呢 怎么能够刚回许都 人为谢家 马为离安 又去争讨汝南 我于心不忍呢 呵呵呵 丞相您过欲 那就是说你太夸奖我了 达的汝南算不得什么 关某不能久闲 久闲必生鸡病 这个鸡呀是一般的小病 重了才叫病 后来慢慢的把这俩字全连一块了 说疾病疾病 今儿个关羽说 我不能紧的待着 我待着时间这么一长 我就能憋出大病来 曹操一听啊 害怕了 哎呀那可不太了 那只好 云长二位将军就再辛苦一趟 当时在酒席宴上 曹操传令 以关云长为主帅 于晋越晋为副将 领兵五万 兵渠入难 关云长又饮了三杯酒 这才带兵出征 旁边的谋士循玉 这么一看 他凑合到曹丞相的跟前 丞相 您别让关羽再出去打去了 您没看他的心情吗 关羽的心情很急切 他急切要想立功 立功呢 就是报效丞相您 报效完了之后啊 大概他就走了 我看啊 他这归流之心日强啊 天天想找刘备 这次刘备在袁绍那儿 大概他知道了 所以这都让人看出来 干嘛这么急着忙着立功 斩完了燕梁 读完了文丑 马上就讨兵 要去汝南 收回汝南 去杀刘备和宫多 您怎么就能让他去呢 呃 曹操听到这点进头 寻语提醒得很对 不过 寻先生 你放心 第一啊 刘备不会在汝南 他不能跟黄金闹得一块去 第二呢 刚才他的心很盛 我不能捐他的面 得让他去 等他去完了 打了汝南回来呀 我就哪儿也不让他去了 嘿嘿 再想离开许都一步啊 休想 我想着番 不让他再立这战功 我就在这养着他 寻先生 你看这样行不行 嗯 丞相 你应该这样 对了吧 呵呵呵 寻先生 你放心吧 关羽的归流之心 我时刻也没忘 曹操是干什么的呀 他 看着关羽 看得更厉害了 云长确实是这么个心情 他想了 赶快立功 多立几功 我这对得起你呢 因为曹丞相 带我确实是好 不过你带我多好也不行 我是非走不可 所以关羽在九十年前 讨了这么个令 他率领着人马 浩浩荡荡奔奔 奔汝南下来 兵马一到汝南 刚把营寨扎住 有人进来禀报 启兵将军 我们抓到一个戏座 戏座是干什么的 就是奸细的 云长一听 把手一摆 占了 杀了就得了吧 告诉我干嘛呀 启兵将军 这戏座说 要斩也可 他得见进将军您 哦 云长申复 推了进来 由外边捆进一个人来 二将军云长 不看则已呀 这一看 显一显 尤打率案后边 一挺身 站起来 这些人忽悠一下 这奸细啊 关羽将军认识 谁呀 孙前先生 云长一看 立刻吩咐 左右 推下 让两边人都出去 这些人就都出去了 关羽赶快站起来 亲自给孙前松了榜 孙前先生 自从我弟兄 徐州失散之后 我也不知道 孙前先生的下落 你怎么会到这儿来 哎呀 二将军 哎 坐下讲话 孙前把椅子往前拉了一拉 二将军啊 徐州失散 我流落到鲁南这一带 幸亏是刘毕把我给收留了 现在刘毕投降了 袁绍 他们大战曹红 把曹红杀得大败 如今我们得到消息 说是曹绍的援兵来 他派的这救援之兵为首主帅 是关羽关云长 哎呀呀 二将军 我听到这消息之后 简直我是欣喜若狂 乐得我都要发疯了 我也没想到 能在这儿见着将军您 可是 您怎么会在曹营呢 二位夫人怎么样 甘夫人 弥夫人 可有下落 哎 云长叹了一口气 自己就把在土山约三室的事情 跟孙前说了 孙前一听 哎呀 二将军 您知道不知道我家主公在什么地方 啊 我家大兄长刘备 他在何处 他在袁绍那儿 哦 哎呀呀 这一听啊 可把关羽给高兴得不得了啊 他两个手抱住了孙前孙先生 我可知道我家大哥的消息雨下落 说到这儿啊 关羽的眼泪差点掉下了 这心情孙前一看就明白了 我说孙先生 你赶快回去吧 我汝南打也好 不打也好 我恨不得一步 就到我大哥的身边 我是立刻去投 不过 说的这儿关羽用手一勉强然 二将军 您有什么心事不成吗 哎呀 孙先生 你有所不知啊 我哥哥刘备 这不是在袁绍那儿吗 我 我刚斩了袁绍两元上将 现在我担心 担心不知道袁绍能不能把我大哥刘备给害了 或者我家兄长能不能离开袁绍 这 这可怎么办 不管怎么办 总然就是把关羽碎尸万段 我能见我大哥刘备一面 关羽死而无怨 我也就乘心了 孙前听到这个二将军 这事您不必担心 明天您要娶汝南 我就告诉刘弊 和宫都两人 让他们把汝南双手奉献 然后您班师回许都 曹索一听说您娶汝南这么顺利 他当然高兴了 那就对二将军您也就更加信赖和放心 您可看准时机 不要耽搁 立刻辞操 气离许多 去途袁绍 不是就与我家主公相逢会面了 在这时候我上河北去一趟 探听探听虚实 我给我家主公去通个信 关羽一听此地甚好 有劳孙先生 我从汝南只要已回兵 我是立刻辞操 去寻我家兄长 两个人谈到深夜 关羽将军这才把孙前给送走了 第二天一战成功 没费吹灰之力 就把汝南给取下来 关羽将军是初步告安民 然后班师 曹操一听说 云长将军到那儿 把汝南是破手而得 怎么能不高兴 出城应接 接出好几十里地来 然后曹操又亲自 把云长将军送回府地 云长一回府 先给二位嫂夫人问安 这二位夫人就问了 说二叔 几次出兵打仗 可曾探听着皇叔的下落 呃 关羽沉吟了一下 骑兵二位嫂嫂 关羽未曾得知 我家兄长的下落 说完了 云长将军就退下了 云长得一走啊 二位夫人哭了 哭什么呢 甭问 二叔率领人马 几次出征都没得到 皇叔下落 看来皇叔已不在人世了 二位夫人哭得悲悲怯怯 门外边有个老君 就跟这二位夫人说了 夫人您别哭了 我家关将军已经探听着皇叔的下落 皇叔就在河北原上那儿 这老君多嘴 他这一句话 二位夫人当时气的就不哭了 吩咐立刻把云长将军找来 把关羽找来之后 二位夫人可就火了 还没跟云长将军发过这么大的脾气呢 说是皇叔带二将军 你并不薄啊 你怎么这样忘其就义呢 哦 就因为曹丞相带你好啊 你就绝情断义了 吓得关羽 当时就跪下 别看云长将军在两军阵前 斩上将 在嫂子的跟前啊 说话都不敢抬头 看兄 敬嫂吗 他知道二位嫂夫人为什么生气 等夫人把话说完 说你既知道皇叔的下落 你怎么隐瞒着不说呀 关羽看了一看 二位嫂嫂息怒 因为此事干系重大 我才喂吐食盐 我想先不让嫂嫂您知道 等我想好了如何辞嘲之计 我再回禀嫂嫂也不迟 哦 二位夫人听得这儿啊 这才破题为笑 不哭了 也不生气了 是错怪了二叔了 我望二叔以早图知 是赶快想办法呀 关公领命 他来到了前面书房 坐的这会儿双眉紧锁 手脸常然 关云厂还没发过这么大的愁呢 现在可真愁了 怎么才能离开许都呢 怎么才能辞别曹操呢 正在这时候 有人来禀报 启禀将军 外面有张辽 张文远将军求见 嗯 关羽一听他来得好 请 张辽大外面乐呵呵的进来了 哎呀 我恭喜将军 贺喜将军 文元兄长 关某喜从何来 嘿 您还隐瞒着我吗 我听说 云长将军在阵前 已经得知皇叔的下落 现在皇叔正在河北元绍那里 可不知道 云长将军作何打算 这是个喜事啊 你知道你大哥在哪呢 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 哦 关羽听的这孩用手这么一拢胡须 他的凤幕微微一转 心里说 哈哈 张辽啊张辽 你来探我的口气来了 甭问 准是曹丞相让你来的 真让关公给猜着了 感情关羽有辱难 搬兵一回来 曹丑就知道了 知道什么了 关云长已经知道他家兄长的下落 看来呀 他要离许都去投留位 哎呀 这事可不好办 曹丑就把张辽找来了 温远你说这事怎么办呢 看来我对待他这样 他关羽还是要走啊 张辽想了想 丞相您别着急 我去探探他的口气 就这么来的 关羽先让张辽落座 温远兄 习你也给我到了 不错 我这次去汝南才知道我家兄长的去住 我也不相瞒你 我要离开丞相 去投兄长 不背前言 土山三约 温远兄没忘吧 张温远息口冷气 心说这位打定了主意 感情是没法办的 九牛二虎夜不回呀 您想把他拽回来不容易 张辽想了想 他乐了 温长将军 我有一事不明 想在台前请教 修言请教二字 有话请讲当命 温长将军 您说您大哥刘备 和我张辽张文远比起来 都是您的朋友 您是对我怎么看法的 关羽一听张辽这话 问的有意思 他想了一想 温远人兄 我关某与温远人兄 乃朋友之交 我与我家兄长刘备 不单是朋友 而且我们是兄弟 还有君臣之分 怎么能这么比呢 哦 张辽就明白了 这是有保有耗啊 哈哈 那么 云长将军 您还有归留之意 哎 方才我不是已经说了吗 土山有约 丞相已经都答应了 温远人兄 你来得正好 不然我还想去找你去呢 请你呀 向我致意于丞相 不要让丞相食言 我是收拾收拾 日内动身 张辽一听泄气了 这趟我白来了 探听什么消息呀 可也倒不错 他是非走不可 我告诉丞相去吧 啊 温远告辞 张辽回来跟曹丑这么一说 曹丑一听 哎呀 他气离了座位 盗检着二倍 在屋里头急的转了好几个圈 看来 这关羽是要留不住啊 嗯 我以为 丞相 您看我对不起您呢 当初土山三约 我 我可是跟您说了 我算计呀 您对他好一点 他就不会再走了 没想到他这非走不可 曹丞相摆了摆手 温远你别说了 这事不怪你 可能我带云长还有不周之处 你没有责任 这么这么 你回去歇息 甭管了 我自有留云长之计 曹丑还真有办法 他刚把文员打发走 有人进来禀报 启禀丞相啊 外面 云长将军求见 这个 曹丑一听来真快啊 这是向我辞行来了 呃 有了 他不是说 能留下关云长 不是有记忆 什么记忆 曹丑吩咐 快 把回避牌挂出去 这回避牌是什么呀 就是不见客人 云长将军真来辞行来了 一点都不假呀 怎么来的这么快呢 感情 云长刚把张辽送走 袁绍那边 下书的那位陈镇就来 云长一见刘备这封书信 当时就哭了 他把书信收下了 给刘备写了封回信 把陈镇打发走了之后 带着眼泪 来到曹丞相府地辞行 到了门口一看 回避牌那挂着呢 关羽当时就止步了 不能把回避牌摘起来 扔了踹门进去吗 云长将军哪能那么办呢 人家丞相不见 只好回去吧 回到自己的府下 第二天他又来 第三天又来一连几趟 曹丑不给面见 曹丑这一记呀 和徐玉 头一回给曹丑出那主意 说您不让云长立功 他不是就不走了吗 跟那计策那水平都差不多 这就是掩耳盗铃 反正我不见你 你就辞不了刑 云长将军没办法 见不着曹丑 他去找张辽 张伟远一听啊 你快去告诉他 你说我这些日子感冒 浑身发烧 谁我也不见 张辽也怕见官公啊 云长可有点生气了 哦 你们谁都不见我呀 好了 云长将军回到府下 刷刷大笔一挥 给曹丑相写封书信 派专人给送到丑相府 然后他吩咐 吩咐什么呀 告诉自己手下人打点车仗 伺候二位夫人上车 告诉马同 白赤土烟之兽给我备好 而且还告诉大家把所有丑相赐给我的那些东西 金银一概上封条 一分钱都不许带走 都把它封起来 把汉手亭侯的金印高高悬挂在名堂之上 就是大厅正中间 掉起来 随后又把曹丑相赐的那十名美女 担找一个脾静的院落 让他们待在这儿别动 等丑相来人接你们 然后关云长将军吩咐一声 启动车站 赶路登城 自己齐声赤土烟之手 倒提青龙大刀 一共带着二十几个人 直奔许都的北门 守门的门领官 这么一看 关云长将军来了 这是上哪儿去啊 一看还带着行李 还有车账 这门官想给拦住 云长往前一带马 右手提刀 左手一勉 常然沉阴一声 那位门官一看 吓得一机灵 赶快往旁边一闪 使共手让路 车站出去 马也出了城了 云长将军吩咐 告诉车夫 把车辆推上官道里面 先在前面走着 我在后面保护车辆 以防成像 派兵追赶 感情 云长将军 刚出北关 探视的 飞奔相处 大喊一声 抱 这声是从脖子后的出来的 巴 把曹丞相下了一哆嗦 好 倒下来 你看这有书信一封 把云长将军书信望上 这么一地 曹丞相 接心 在手一看 登登 退两步 扑通 坐在椅子上 自言自语呀 说了一句话 嘿嘿 云长 去 包 包上来 关云长将军 挂印 封金而去 嘿嘿 知道 刘 包 包上来 云长将军 保护车帐 已出北门 哎呀 就在这时 旁边挠了一位大将 八百银须这么一抖 丞相莫忧 末将愿讨一令 去云长首帝 谢于丞相 曹丞一看 请令的是老将军 蔡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